2014年 DSC 第六條 這就是考試 PARA RACE 特別的方法 首先你看到 PARA RACE 在這裏 是 RA B 問你這是甚麼鏡頭 其實我未做之前 可能我會先做B1 因為我一定是畫圖 問你的印象在哪個位置 三條光線,它畫了這幅圖給你 但你記住這幅圖不是一條標準光線 可能我同學會以為 它會聚焦在這裏 那是不對的 那為甚麼不對? 因為我們應該是從B這條標準光線看起來的 如果一條光線穿過Optical center 其實它會直行直過的 我們就用這個概念去想 怎樣可以去做 所以我們先尋找間尺 好了,畫一條直行直的光線 那就是B的這一條 好,直穿過去 好了,穿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A特意這個位置 都不到紅色的光線 所以你畫下去 應該是這個位置 好了,你畫完條AB之後 我會知道聚焦點就是這個位置 R也是會到這個位置聚焦 好了,到最後 再加一些墊距給它 光線圖一定要加墊距 好了,我們選擇了這裡 小心一點 我們要記錄它 叫Point P 這個位置 這些就是DSC 這些都是很陰大加的 尤其是畫圖 突然間要畫一些點 你一不記得加 你怎樣畫得對 就被人求求分 好了,接著就問你 你要放甚麼Lens 很明顯 你看到光線其實是conversion 那為甚麼conversion 如果你問這些問題 就是因為光線 如果沒有L的話 例如R為例 光線是直行直過的 好了,接著呢 現在呢 現在呢 它轉彎 向Principal Access轉彎 這是一個conversion conversion lens 因為光線是conversion 好了,所以你搭conversion lens 它是一個conversion lens 就可以了 好了,它要你解釋了 你解釋了的時候 你就會說 因為A那個位置 或者R那個位置 其實你是會 Band toward principal access 這個就是conversion 這個意思 你答conversion 就可以了 Band inward Band inward 都可以的 但最好的答案 都是紅色的 好,接著就問 怎樣能夠知道 Focal length Focal length 就是這一點 它相加的地方 我們先找一條直線 這個就叫Focal Plane Focal Plane就是直角 Focal Plane 穿過Principal Access的那一點 即是這一點 這一點就是Focus 所以這裡 加起來 就會是二十 二十 四個格子 即是二十 二十 CM 好,接著 先回看 好,接著就問R 就是由P到出來 叫你complete radar 其實我已經complete 已經做了 好了,接著到最後 到最後 怎樣能夠知道 Focal length 是多少 那個方法 相信已經做過了 就是 你將Lens 去Capture Distant Object Capture Distant Object 接著 當你Capture到Sharp Image 其實Sharp Image 是很重要的 但相信很多學生 都不記得寫 所以其實它就 割掉了 其實這個是重要的 當你Capture Image 那時候 你要告訴我 哪一個是Focal length Focal length是一個距離 那你就是說 就是那個Screen 和Lens 的距離就是F 那最好 你是Meshed by the rules 如果你有時間 寫下去的話 那這個才 如何量度 尋找間差去量度 那也是一個重點來的